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看看堂堂现在手上这一碗燕窝 晶莹剔透的是不是非常吸引人呢 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 燕窝不但是养颜美容的生品之外 更是润喉清肺的养生极品 但是问题来了 现在市面上的燕窝这么多 从价格到品质往往都是撑吃不起 让人非常难选择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今天的好消息就是 堂堂不但要带你去认识一家 非常高品质的燕窝之外 我们还要一起去听听 这个用心做出来的燕窝 背后还有什么样动人温馨的故事 越南是东南亚著名的燕窝出产地 其中又以红树林群聚的晴岩县 尤其适合金丝燕的生长 因此台湾就有业者 特别在此设厂 专门生产最纯净的高品质燕窝 然而当初从事成一业的徐董事长 之所以会开始接触燕窝 背后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温馨的小故事 因为我们在那边做成一代工厂以后 就是很多当地的居民生活很辛苦 我们帮助他们很多事情 包括铺路 竹桥 还有做路灯 还有做排水沟 种种一些事情做完以后 他说你帮助当地这些人 帮助那么多 你适合来盖燕窝 来收集这个燕窝 在当地燕子被视为是上天所赐予的珍宝 唯有良善之人才能得到燕子的祝福 再加上徐董事长年迈的父亲 长期以燕窝养生 气色也跟着日渐红润了起来 也就是因为这样 更坚定了他们不掠夺不破坏的理念 坚持要以更人道且自然环保的方式 来生产燕窝 以我们自己打造的燕窝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第一个仿造山东的环境 那再来就是它煮完草以后 我们一定等到它幼鸟离草了 那确定里面都没有所谓的小燕子 还有蛋 那我们才会把这个燕窝取下来 所以我们做最大的宗旨 就是第一个不掠夺外 也是保护它们 让我们有源源不绝的燕窝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不只是对环境和燕子友善之味 它们更重视对消费者的承诺 始终秉持着诚实与良知的精神 坚持只生产百分之百高纯度的氢燕窝 不添加防腐剂及任何化学成分 并且专注在每一个生产细节 我想我们的燕窝工厂在越南 经过了国家食品级的认证 那再来有去过越南人 大概都知道越南的水 其实不是很干净 所以那我们为了要挑选燕窝呢 我们特别自己在那边盖了一个 RO逆渗透的一个储存水塔 然后通过RO逆渗透以后呢 我们用这些水来挑选我们的所有的燕窝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盖了一个 应该说是全世界第一做的 无尘燕窝挑选室 那基本上呢 进去的人都要经过消毒 那再来要戴上口罩那一些的 再来挑选燕窝 那最重要的呢 就是都要对员工做一次身体健康检查 来确保我们的产品是安全的 严格的要求与层层把关 让他们逐渐在市场上站稳脚步打开知名度 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忘记了初衷 依旧坚持不打广告 不请代言人 反而是用最脚踏实地的方式 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试吃说明会 为什么会邀请大家来我们的说明会 其实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你买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也透过我们的分享 你会知道你买的产地 燕窝的产地来自于哪里 那再来就是也让大家知道说 你有透过最简单的碰调方式 然后来使用我们的燕窝 那再来不是糊里糊涂说 我就是买这个燕窝给你 而什么我都不管了 对就是只为了卖这盒燕窝 那我相信这背后有我们很大的一个用心在 这种种的坚持 为的就是希望建立起大家正确的选购概念 不要让混冲的燕窝 使儿女的孝心打了折扣 也让真的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吃得更健康 当然趁着今天我们也要打配一下 有哪些挑选燕窝的小美港 其实有三个是可以代表这一切的燕窝的挑选的判断 这三个字就是蛋白质 那其实市面上如果纯度高的燕窝 基本上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都已经算是还不错的 但是我们家的燕窝呢 在前年验出来是高达百分之五十八点三 那去年验出来是高达百分之六十一点八 这个纯度其实真的是相当相当高的 除了用蛋白质来挑选燕窝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燕窝里面还有丰富的 包括所谓的EGF营养成分 还有唾液酸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检测出来的 那在我们自己的检验报告里面 有提到很多相关的一些减数据 那我想也可以利用这些来做一些挑选燕窝的佐证 除了可以直接挑选干燕窝之外 怕麻烦或是在医院想要送礼 探望亲友的人 在医院门市 他们也提供了带顿燕窝的贴心服务 凡是讲求重新出发 他们不但提供了最优质的产品之外 也不忘回馈社会 期望能继续传递这份善念